我也会裁剪 为什么男人不能当设理师 因为我们这里不需要男人 对不起 下一位 等等 你说你会裁剪 在哪儿学的 有没有作品呢 我是 我家里是做裁缝的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应聘要带作品 所以我没准备 你也没随便摆个裁缝摊 缝两件衣服 我就可以当设计师了吗 哼 小伙子 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等一下 你 你 我疯了吧你 你的脸太尖 缺少女人味 所以我们用圆弧的造型 帮她揉合一下 至于她的腿 太短 所以把裙摆强短两寸 给她弥补一下她的缺陷 小腿 不够秀美 所以我们用斜摆的造型 给她浅浅修 这就是我的作品 给你刚刚那件几个吧 出去 你给我出去 你们还没给我打分数 你要给自己打几分呢 一个A 再加一个A 第一个A是原创设计 第二个A 是便废为宝 你 还真够自信的啊 好 就冲你这点 我给你这个机会了 何总 我们从来没有找过 男设计师啊 正因为如此 我想试试她 你的职位是助理设计员 试用期三个月 试用期月薪两千五百块钱 顺便说一句 这套裙子一千两百块钱 会从你第一个薪水里扣除 没问题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我想 预资第一个月的薪水 啊 为什么 你还真是大言不惭 好 去财务室 是 预支一个月的薪水 好 我们也就来上班 啊 安排下一个 我喜欢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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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能签 不可以签 托尼 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出去 何总 请你慎重为企业考虑 不能签 托尼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我非常清楚 因为ZH集团 一点诚意都没有 如果合资 我们最终会沦为ZH 在内地的一个廉价内衣代工厂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所谓的香港时尚教育 欧锦和董事长 是我的妈妈 妈 我不敢让你因为我 去毁人家整个企业 托尼 两千五百块钱的月薪 你头顶的是 英国圣马丁服装学院的学位帽 这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帽子 可是嘞 你一定要做 无名为一的小设计员 为什么 这样做 值得吗 我的开心 万斤不换 您没事吧 您没事吧 小心燙 妈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我陪你回香港住院 当你生老病死 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 妈咪不怕死 只是妈咪想 你准备好了没有 答应妈咪 跟子叔好好合作 努力完成这一次走秀好吗 你说得对 你有青春 有才华 还有爱 什么样的奇迹 你都会创造出来的 你不用妈咪帮你了 妈 妈 我一定要陪你回去 我真的对自己很失望 阿宝为了他爷爷 每天开心来小城上跑来跑去 但我 但我 但我却从来没有陪过你 对不起妈咪 我不会再离开你 我不会再让你藏一次 跟男人抛弃的滋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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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宝走了 好 阿姨好 阿姨好 我现在不仅度过了难关 而且是前途无量 我现在要是和家里合作的话 会不会是成活打结 老妈 你该不会认真的想跟家里合作吧 我晚会不着 我 好 好 好